国兵集训暴于瞎人伙食曝光,国足球员却不满,刘国良一语打脸他们虽然同属为无人能赢的球员,但是国兵和国足基本就是一个天一个的一般的存在,而最近忙于被占亚加达亚运会的国兵也是晒出了他们丰富的伙食让他们称赞满意,相反国足球员球员160元伙食标准却倒到他们吐槽,距离本届亚运会还不到一周的时间, 所以以樊振东、林高远、陈梦等国兵球员,也是远赴成都国家训练基地,做出争钱的最后冲刺,其中除了高强度的训练之外,他们这个集训的伙食,也是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毕竟很大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状态,而就在北京时间8月12号,国兵教练吴敬平就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晒出了这次国兵球员集训的伙食, 不仅是有炸鸡、鱼和蔬菜水果,还有令人耳目一心的鲜鲍鱼和炒鲜虾仁,看着都是令人食欲大开,对于这一顿丰富的伙食, 吴敬平也是说道,成都封闭训练,还是家乡菜的味道好,看得出国兵众人对于这饭菜是相当满意啊,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食物都是基地严格把控过的,全部都是属于安全无污染,可以说,国兵球员也是一点也不挑剔, 其实虽然作为世界顶尖球员的他们也是从来也没有抱怨国住宿、饭菜等问题, 而相反,前不久国足球员对于自己160元的伙食标准都是抱怨纷纷,以上就是中国U19族鞋杯中国族的饭菜, 能够看到,有虾有肉有水果蔬菜,还准备了汤水,比起一般人的伙食是好的不少,而这也是高达160元的标准, 但令人不解的是,同样是晒出饭菜,但是他们并非称赞而是埋怨这饭菜不好吃,基本上为了保障球员的状态, 所以国家队中的饭菜,都已经是属于上等的了,就像国平那样,很多网友对于这个也是很满意, 但国足却依然表示不满,甚至还吐槽,确实是应验了网友所说的那一句,球技不好,但脾气胃口却特别大, 所以对于这个情况,曾经国平总教练刘国良,也是一语打脸一众国足球员, 当时是蔡振华邀请刘国良去给国足队员们上课,刘国良就一针见血的说道, 同样是公司收入,拼朝联赛里打三个月的主力球员,可以达到一两百万,你们能达到这个水平吗? 为什么拼球运动员挣得多?反而没人说,原因就是乒乓球出了成绩, 为国争光,虽然是有点嚣张,但确实是真理,对于有能者花费再大也值得,但国足的成绩就不敢攻畏的。 练剧场